打击分布热闹有劲的打击乐曲 让国中生入学第一天的新生训练变得更有趣 击岁国中举办七年级新生训练 安排管乐团闯关活动 邀请国中新鲜人认识学校社团 击岁国中管乐团成立超过二十年 近十年来经营成绩受肯定 连续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音乐比赛 同学们能兼顾课业学习和社团活动 更获得家长的认同 校方特别安排闯关活动 邀请国中一年级的学生加入管乐团 一个闯关活动 那这个各关的关卡关组 都是由我们管乐团的孩子来做设计 来做关组的 主要一方面是想让我们击岁国中的 青年级的新生 来了解到我们击岁国中 非常有特色的管乐社团 管乐团总共有八个分布 包括打击、长笛、小号、法国号等乐器 乐团音乐总监魏德妍和校长一致表示 参加乐团的学生 即使没有音乐基础都不是问题 只要有心、家长支持即可参加 在课业繁重的国中阶段 透过学习音乐疏解压力 让国中阶段的生活更快乐 我们非常多的孩子都是上了国中 可能原来连五线谱都不熟悉 但是来参加我们的管乐团 然后在这边学习 非常快乐地学习 然后所以他们可以在三年 达到非常好的管乐成绩 即使他们原先不是学音乐的 击岁国中为了争取更多孩子 认识管乐加入管乐大家庭 新生训练透过闯关游戏 提高了社团能见度 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一起玩音乐 记者林立吴志恒综合报道